孩子们 我们继续赶路吧 捉月亭 难道有人在这里捉过月亮吗 孩子 你可说对了 古代的李白就在这里捉过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 快讲给我们听 据说李白六十二岁那年 有一天晚上 他坐在这个无名小亭里 饮酒饮尸 月光长照 金尊礼 哪来的哭声 这位妹子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我的孩子得了重病 孩子他爸又被抓了重病 我没钱给孩子治病 孩子就要死了 这社会叫穷人怎么活呀 我李白也是个穷困潦倒之人 妹子 别着急 我现在就下山借钱给孩子治病 李白在山下借到了二十两银子 他带着银子连夜返回山上 哈哈 我的儿啊 你怎么死得这么糟 你让娘怎么活呀 这妹子不会要寻短剑吧 妹子 别做傻事 儿啊 黄泉路上 娘陪着你 明月呀 你为什么不给这对母子光明 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悲惨 为什么 为什么 玉兔 咱导的真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当然 这药还能让死人起死回生呢 那快导吧 导好我们赶紧走 小心别人来抢 五刚 玉兔 把灵药给我留下 我要救他们母子的命 就这样 一代诗仙李白因为醉酒卓越 误入江中溺水身亡 空留一座亭子让世人叹息 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追思 便为这座无名小亭取名卓越亭 你们先出去 为什么呀 这是跟李白有关的亭子 我当然要合影留念一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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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